《中文字幕》 《中文字幕》 那些满洲人 我现在开始知道了很多事情 是我以前不知道 甚至不相信是有可能的 这些事情 但都是由于汉人和满人之间的不同而发生的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那些以前说到的愿官 就住在我们旁边的一座大房子里面 所以 或者是在门口 又或者是隔着花圆矮墙 两家的仆人就难免有言语来往 愿官曾经来拜访过我父亲 愿官家的仆人 就认为这次的拜访 可以将冷藥冰箱的两家融合了 将两家的墙打通了 将两家的范围拆除了 我们可以去你们家 和你们家的孩子玩 我们的主人已经到访过你们的主人了 而且他们已经成为了朋友了 愿官家的仆人 带着小主人 站在我们的门口是这样说的 在这些小孩子中 我只是记得一个 也可以说是最重要的一个 因为他也梳住一条又硬又直的边 又因为他是大约七岁左右的年龄 再者 两家的仆人又极有意要为我们做梅 我们的仆人一碰到人就喜欢聊天 甚至对愿官家的仆人也是这样 于是他就请了他们进来 愿官家的仆人立即和我们的仆人聊天 让他们的小孩子和我们一起玩 那个七岁疏着边纸的孩子 到现在我想起来都觉得很好笑的 他的头看得很光 只有在正中央留着一束发 编成一条边纸 那条边纸几乎是不直地树在头顶上的 当我见到他的时候 脑里面第一个想法就是 他的边纸的长短 刚刚好够他的手摸到 我已经想到了很多捉弄这个孩子的方法了 而且如果不是为了听那些仆人聊天 或者已经试验过一次了 那就令我更加恨那个男孩子了 但是那时我又有一个环皮思想 我想爬到较低的一根树叉上 当他走过树叉下面的时候 就将他的边纸一把拉起来 令到他两脚圆胸 然后将他的身子前后摇动住 让他受一个不算小的惊吓 但是那些仆人又破坏了我的计划 我时时刻刻听到他们的谈话 而且没有一个字 会逃过我敏锐的耳朵 看来他们似乎不想把说话的声音放低 你看 我们的主人已经见过你们的主人 已经是朋友了 现在他有一位这么漂亮的姑娘 而我们的主人也有一个这么面貌端正的儿子 我想或者他们会看这两个孩子筹划一宗分事 我的妈妈迟疑了足足有一分钟没有回答 我对于这些谈话就发生了极大的兴趣 我自己私后没有意见 但是我就很想知道这些说话是什么意思 而且急急要听我的妈妈怎么回答 最后她终于回答了 不好了 我想是没可能的 你看 我们的主人是个一品官 而你的主人只是个原官 要谈婚姻 自然要门当户对 假使你的主人和我的主人官家一样 又或者更高 那这件事情或者还有希望的 因为德灵已经到了这个年龄 分事自应慢慢地计划 但是你们的主人的儿子 是无论如何不行的 就是这样 我的妈妈就冷酷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好像她解决了世界上最大的问题一样 假使她有机会的话 说到他们主人的官阶 她已经犯了很大的过失了 原观家里的人 确不会轻易忘记这种恥辱 于是那个七岁的孩子的妈妈想了一会 要找一个足以让人折服的回答 她说 反过来想想 或者我们的主人对于这件婚事 听都不想听呢 我的妈妈对于这种责难 立即提出抗议 为什么呀 因为你的主人是满洲人 那对那个男孩子和德灵的婚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她也是个满洲人 她有一身大脚 又来了 三番四次说到我的大脚 那是什么意思呢 为什么我的是大脚 但是纵然是大脚 和这些事又有什么关系呢 满洲人又怎么呢 为什么一个满洲人 无论她怎么样 就不可以做新娘的了吗 并不是我那个时候懂得新娘和结婚 但是我急于要知道 我哪些地方令我不配做那个有哪子的男孩的未来妻子 无论这件是什么一回事 突然我发现 那些仆人说的说话我一句都听不明白 虽然我知道他们说的的确是中国话 是我们自己国家的语言 虽然我听不明白 但是后来我知道他们说的是广东话 是跟我们的北京话差太远了 我一个字都听不明白 当我试着去跟那个男孩子 那个我不配跟他结婚的男孩子说话的时候 我才发现原来他的说话我都是听不明白的 这次是我第一次体验到中国各个地方的言语不同 这种不同几个世纪下来 就令到中国分成了很多小集团 于是就经常发生误会 发生争端 但是当我们小孩一起玩的时候 我们是不难互相了解 而向彼此学习的 没多久我发觉自己已经在说广东话了 而那个愿官的孩子也都学会说北京话了 当我们彼此更熟悉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拉他的编子问问他 为什么满洲人不可以和汉人结婚? 那个愿官的儿子不是一个好孩子 对于我恨他这回事非常轻视 因为他的母亲曾经说过我有一双大脚 而且称我为满洲人 还特别把满洲两个字说成一种怪腔 似乎一提起来 就会令人想起可怕的事情 我记得有一次 那个男孩子患了重伤风 那就给了一个好机会我 来为我的大脚和我的满洲籍复首了 因为当他应该用手筋拆鼻剃的时候 他竟然很不在乎这样用他的衣袖 我看到这样的样子忍不住大笑起来 虽然我知道这种笑是很没礼貌的 但是我真的忍不住了 我对那个男孩子非常之憎恨 笑了他之后我自己都觉得舒服点了 那个孩子的妈妈严肃地问 你为什么在这里笑啊 我说 我一面跳上跳下 一面用手指轻滅地指着他 他用衣袖代替手拍咯 那个妈妈不耐烦地走过来说 来 不准用你的衣袖 看我教你应该怎样做 于是 那个孩子迅重地把衣袖拉好 仰起一张脏的脸看着他的妈妈 那个妈妈熟练地拉起他衣服的下摆 来代替那个男孩子的衣袖 于是妈妈的任务就完成了 见到我还在这里笑 他感到莫名其妙 于是就自顾自地回到仆人群中去聊天 那次他们又用北京话 所以我听得明白 他说 另外 还有一点也足以令这宗婚姻不成功 最主要当然因为他是满洲人 但是 就算是满洲人 如果他更像过中国人的话 那他都有希望被接受 但是 他一点都不像 他几乎像洋鬼子的姑娘 他去过外国 有些地方当然是学坏了 而且在那里 他当然不会学到中国的礼节 他的举动 一点都不像中国姑娘 他一点都不问 在客人面前也会粗野地笑 而且 在任何国家里面 哪有大脚姑娘被人欢迎的 又是说到大脚 我还正在为自己的脚小而骄傲 我真的想将这件严重的事情 和父亲谈下 问他所有关于大脚的问题 而且问他 为什么满洲人被汉人轻视 我们的女儿 就不配和汉人结婚吗 但是我控制着自己的情感 等候机会再和父亲说 我必须要很有耐性 因为我要浪费他很多时间 来问他关于结婚 新娘 满洲人 和大脚的事 不过我似乎等他等了一年 我急需得到这些问题的答案 我问他 为什么我有大脚 我的嘴唇在抖动着 为的是要忍住我的眼泪 父亲温和地说 我已经告诉你 满洲人从来不把他们女孩子的脚爆起 你的脚是天然的脚 但是满洲人又是什么 为什么我也是 为什么满洲人是这么可护的人 为什么汉人都不喜欢满洲人 为什么满洲人不是汉人 于是我父亲很有耐性感解释给我知道 满洲人是和汉人完全不同的一支民族 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从哪里来 也没有人真正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只是知道他们和汉族不同 就算是言语都不同 后来满洲人在中国住得久了 接受了中国的语言和风俗习惯 渐渐都将他们自己忘记了 据说 在很多很多很多年前 有一个女孩子 在离开白山很远的一条河里游泳 她见到一火鲜红的樱桃浮在水上面 她吃了个火樱桃 于是就成为第一个满洲人的母亲 你当然不会知道这些东西 而且这只是一个神话般的传说 但是在几个世纪之前 满洲人是在松花江流域的游牧民族 生活在野外 靠娱猎到日 他们的孩子不像中国孩子 困在家里面 而是在外面的 女人都会骑马 好像男人一样 他们的男孩子和女孩子 都可以自由地一起玩 于是满洲就是这样凡显起来 直到后来 他们所占据的区域 已经不够容纳他们了 那个时候 他们的一个叫做 鲁尔哈赤的皇帝 就计划迁移来到中原 因为他们人口增加得那么快 他们需要更大的地方 供他们游气作乐 满族是一个流浪的民族 大约在九百年前 他们才在松花江流域安顿下来 但是没有人知道他们是什么人 是从哪里来的 过了这么多年 中国遭到大难 当满洲部落逐渐发展 到后来变得非常强大的时候 他们的皇帝就被请到中原来 帮助中国皇帝治理国 那个叫鲁尔哈赤的人 并没有亲自来到京城 因为我刚才告诉你们 那个中国的大难 是发生在鲁尔哈赤死了很多年之后 当那个大难发生的时候 中国皇帝就请满洲皇帝来帮他 而满洲皇帝也一早预备好了 满洲人一向佩服中国人的艺术和礼仪 很愿意向中国人学习 所以当他们听到可以来到中国的时候 他们都很高兴 满洲皇帝就派了他的号箭的儿子来帮助中国 那个儿子 孩子就是我的祖先 也是你的祖先 很多年前 中国人称我们为野蛮民族 但是我们一点都不野蛮 我们也有我们自己的文字 父亲 是我知道那种文字吗 不是 你并不懂 我们在中国已经有两百多年了 我们一早已经不用我们自己的语言了 只有在公文上面才会用到的 我承认我不懂这些故事 因为听起来都很新奇 我 向来自以为是汉人的我 原来是满洲人 不可触摸的事情实在太多了 真的好像今天的西洋人 对汉满族间的区别 感到不可触摸一样 但是父亲又继续讲他的新鲜故事 关于这个故事 要告诉你听的地方实在太多了 但是你现在都不会听得明白了 因为你还这么小 但是将来我要将全部故事都告诉你 你要记住我今天的诺言 总之满洲人 没有理由为自己感到惭愧 他们以前是一支强大的民族 现在一样是 不过他们并不是汉人 汉人恨我们 但是我们都是他们的主人 或者我们不会永远做他们的主人 但是 好吧 等你大过了 懂事了 我就告诉你这个故事的全部了 于是 我抑制了自己的好奇心 而且相信父亲将来在适当的时候 会告诉我 就好像我信任他一切事情一样 但是当他叫我走的时候 我心里面怀疑着 到了明天 是不是我已经大过了 懂事了 可以听他的故事的其余部分 当然我不会想到 当这个故事全部讲出来的时候 里面竟然包含着悲哀和伤痛